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全挑战中的协同作战能力 整个叫做修正案是叫做防卫审设置法的修正案 上个月获得日本中原批准 周五在参院全体会议中获得多数赞成通过 说这个统合作战司令部 依法将用240名人员组成 统合作战司令官领导 这将使目前居自卫队军职之首的统合幕僚长 能够完成专注与辅助防卫大臣 日本说希望通过设立这个统合作战司令部 实现与美国迅速相互沟通 加强联合作战合作 日本要求美国重组支持美军 以使日本能够在其境内与美方协调 这个统合作战司令部 重点是你看作战 之前防卫幕僚长 那叫防卫 是重点是自卫队 是以防卫主 现在不仅仅是防 因为是这个司令部 可能更多的 要考虑对外攻 因为攻防兼备才可以 因为日本的 这也表明了日本的这个法律的变化 就之前日本是只能自 只能防卫 自我防卫 不能对外输出 你看现在是美国已经松绑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什么流程了 就是正尔巴基 开始设立机构的流程 很多人说2025年 是不是三月份 才三月前成立 我觉得时间已经很快了 这种240个人 以前防卫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反恐 一些这种对策 以及防范对策 现在作战 很多的职责是发生 变化的 这个你有些人 你怎么看 分享 好的 其实他这个岸田文雄 之前才日本才刚报导出来说 岸田文雄本身这个自由民主党 在某些地方的一些重新选举里面 好像没有那么顺利 那本身来讲 更早之前 还有提到 就是说美国对于 包括印度 还有日本本身在 情资的保护上面 还有移民政策上 都需要做个 改进更加强 那现在 在今天 就在才 这个消息才刚过不久 然后就 就已经有统合作战司令部的成立 其实他这个里面还有包括就是这个网际网路 还有这个外遇的空间 所谓的外 外城的空间就是指的就是外太空 也就包括这些星链计划 还有 这 登月计划 诸如此类 所以说其实这个很明显的就是针对中共的超限战 还有本身美日在 在对于 如何去 除了围堵中国以外 甚至于在未来 在包括核科技 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 来做个统合 然后可能甚至于针对说 中共如何在 在未来他们 因为本身中共他有登月计划 所以说 美国跟日本在这部分就变成说更加紧密的合作 那我相信这个统合作战部绝对不会只有 海陆空这方面 因为毕竟 在川普时代 他也成立了太空军 所以说有可能日本在这方面也藉由太空军的成立 然后进一步去 加强对于本身来讲 去抵抗这个中国在 这个外太空的发展 所以说其实 这个东西就牵扯到整个地缘政治的关系 包括现在日本已经可以去协防菲律宾 那事实上藉由跟这协防菲律宾的同时也保卫了他本身 在台湾海峡的经济命脉嘛 所以说其实 藉由最近这个南中国海的局势升温 然后还有美日之间是更加强了这个紧密合作 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 其实 美国在不管是在经济战或者说 或者在外交上已经 藉由地缘政治已经不断的向中国来加以围堵 那事实上 如果说以目前的这种态势来看的话 其实不管是在南中国海 南中国海或者东海 我觉得其实这个所谓的火战的这个 感觉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好 先还给路德 这个肯定啊 现在这个日本这里 其实就是做全方位的各种准备工作啊 应对中俄一朝的这个邪恶轴行 所以现在战争啊 你看他这个专门的统合作战司令部 是区别于之前的 这叫做 幕僚长啊 就是之前的 就防卫省的那个 说白了可能机密程度更高 之前的可能被中共有些都渗透了 都有可能啊 所以专门成立一个这样 统合作战司令部 高度保密 里面能进去的人 可能都是直接归属 美军 你看这里说的 直接归属美军之会 而之前的防卫幕僚长 你看自卫队 军职之手的 主要是专注于辅助防卫大臣 说白了啊 就是 应对 即便 是降了一个格了 降了一个急了啊 这是一个 一个重要看点啊 大家可以去看看 菲律宾啊 这里 马克思 办公室 在5月11号表态 说 这个 鉴于中国 已经非法在 有主权争端的海域建造 人工岛 菲律宾 将派遣海岸警卫队 派出船只 监视中国的 非法造岛活动 然后是 另外还有两艘 船只正在有关 海域轮流部署 这个 现在中共啊 现在一直在很多 很多 礁 正在进行 填海造地 就之前已经造了很多 现在又开始 正又在造 有一个叫做 萨比纳礁 这个地方 正在青岛 碎的珊瑚 并有数十只 十艘 中国船只 在那里出现 包括研究船 和海军船只 情况非常震惊 这个中国船只 出现在距 菲律宾巴乌 拉旺省 约200公里的 环郊处 中共 继续在那里 偷偷地造 这个事很大 这个事 说实话 中共之前 已经在南中海 大面积 填礁 造海 造岛 现在还在继续进行 这真的是 很猖狂 你知道吗 中共的邪恶 这个你说 你说是不是太猖狂了 牛先生 的确啊 之前在路德 上几个节目里面 正好提到 就是说 美国 他本身 又有一些报告指出 就是说 中国即将 在南中国海 部署将近 20个浮动的 核反应堆啊 那事实上 我觉得 中共的邪恶 就在这里 就是说 如果运作的好的话 这些核反应堆呢 的确可以 为中共带来一些 军事上的用途 也可以产生一些 对于周边国家 在核威胁上 产生一定的震慑力啊 那如果运作不好的话 他这些浮动的核反应堆 有可能就造成当地的 海洋的污染 环境的污染 那事实上 我觉得 其实中共最邪恶的 就是这一点 就是说 即使他拿不到 他也不要让你获得 而且他还要把它毁掉 那其实这对于全球地球村来讲 真的是一个 不只是troublemaker而已 他根本就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恶魔啊 那所以说 其实在这部分的话 你真的如果 真的没有办法 在这个根源上 也就中共的这个 邪恶投资 习近平去做一个非常利己 而且比较果断的处理的话 那我相信 其实这个事情 只会层出不穷啊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 菲律宾 当然他本身来讲 也有 针对他自己本身的主权 海域啊 去做一个寻意啊 那藉由日本跟美国的支持呢 他最近也比较能够 去对抗中国这些 不合理的这军事的挑衅跟威胁 包括中国用这些水炮来去攻击他们的船只啊 那我相信其实在国际社会里面就 媒体报道都已经十分清楚 中共的这些野蛮的行径啊 流氓的作为啊 所以说其实 我相信美国他这次 就军军去穿越西沙群岛的这个事情啊 是十分的清楚 就是说 在本身 可能在两军交战之前 先把这些地理环境做一个 短暂的先 战前的寻意一下 然后收集一下相关的情资啊 那这个东西都是十分必要的 所以说其实在南中国海这里 一触即发的这些火战啊 我相信可能真的会 随着美军的这个局势的推演 让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得到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目前已经来到将近五二零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中共是否会利用这个台海局势的一个紧张啊 想像前几天还还派了 呃这个中共的呃工工用工物用的船只啊 去去闯入金门的台湾金门的限制海域啊 我相信这个都是十分清楚的挑衅的动作哦 所以说其实我我相信呃中共想要借借借端然后在不管是在南中国海或在台湾海峡去制造一些纷争 让美国来呃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一些其他地方去 或许可能在同样是在五二零的前后 俄罗斯也可能在在乌克兰发动一些重要的一些军事战役 甚至不排除有可能在中东呃也有可能 呃跟以色列这些纠缠然后让整个美国兵分力多哦那这样的话让美国自顾不暇 啊所以说这有可能都是未来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而这些紧张的局势呢 我们可以藉由中共的一些动作跟俄罗斯的一些宣 对世界的宣告来看出一些端倪哦 那事实上我们都要积极的去准备这些事情 那我相信西方国家一定会有他们 呃以他们目前在经济上的一些作为跟军事上的部署哦 我相信他们在这部分都已经做好相当的准备啊路德 好 这个中共啊在南中国海南中国海啊之前已经造这么多岛 那是在2015年西啊 奥巴马问他会不会要把这岛什么军事法 他说不会啊指着登法式是吧 啊当时美中关系还关系很好啊 奥巴马当时还给西啊这个红地毯待遇啊 居然这样忽悠啊 然后南中国海什么九段线早就已经不存在这种情况 南中国海属于这种礁啊 完全属于国际领地的情况下 现在啊就国际海域自由航行的地方 他们居然还在这里又开始造 所以菲律宾啊 并且离菲律宾只有200公里的地方 你想想啊 接下来这个又会激化啊 就中共还在头头毛毛的暗中搞事 这 依然会激 接下来啊这个激化这个紧张局势南中海 好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 别忘了点色分享 谢谢 你有些人 谢谢注意观众感观看 再见